- 果真是espresso - 果真是espresso - 這是有點甘子的味道 - 對 人所未有的感受 - 乒乓老闆說要給我們了 - 我們要幫他打廣告 - 乒乓乓乓 - 他們越用越疑惠 - 他們越用越疑惠 - 對啊 - 好猛 - 哈囉 我是大寶 - 嗨 我是來蹭咖啡的馬進 - 請 - 現在喝咖啡的人越來越多 - 想必大家對咖啡展會很陌生 - 不知道要怎麼逛 -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一起來 - 看看是什麼樣子吧 - 記得看到最後 - 最後會有人提小禮物喔 - 貴的咖啡豆 - 貴的咖啡豆 - 貴的咖啡豆 - 他們每年都會發放電子評證 - 可以提早申請 - 貴的咖啡豆 - 貴的咖啡豆 - 走小廢墟 - 走小廢墟 - 走小廢墟啊 - 這是什麼口味 - 油加水喜 - 油加水喜 - OK 謝謝 - 一點點就好 - 好 沒問題我換你了 - 好 沒問題我換你了 - 是不是有點柑橘的味道 - 對柑橘味道很明顯 - 很香 - 欸 幹 - 這個快點來喝 - 等一下喝奇怪了 - 蘋果C咖 - 蘋果C咖 - 蘋果C咖 - 中裡面有加西瓜氣泡水 - 中裡面有加西瓜氣泡水 - 這是一個 - 全所未有的感受 - 喔 - 它光紋 - 就滿滿的西... - 其實我覺得它像哈密瓜欸 - 也有點像 - 它會超重的 - 可是去年還去年賣一點 - 喔 - 據說是去年很夯的一杯咖啡 - 不知道會辣辣的 - 因為它有花椒 - 花椒味其實滿明顯的 - 很特別欸 - 我覺得它檸檬的酸度比較高 - 哈哈哈哈 - 這是沒有蜂蜜的感覺 - 蜜花椒沒有蜂蜜 - 花椒有吧 - 很淡喔 - 它很重口味 - 我知道 - 應該喝太小口了 - 說再喝一口就好了 - 嗯 - 真的沒有 - 這個是小朋友最愛的布丁 - 蠻像嗎 - 像布丁鮮奶茶不像咖啡 - 布丁鮮奶茶不像咖啡 - 今天你買了 - 真的 - 掰掰 - 欸我們現在才第三節 - 因為它不是好喝咖啡的 - 對 - 信任 - 可以爆炸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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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一個柯朗芙跟一個 - 被SHOT - 直接講SHOT - 跟SHOT - 謝謝 - 謝謝 - 他們展場限定的SOE - 就是單一產區的意識濃縮 - 讚 - 喔 - 果真是Expresso - 暫停咖啡工作室買的 - 看起來很好吃 很像甜點 - 陽明山上面有明星咖啡 - 今年的特調 - 它叫綻放 做得很精緻 - 出杯的時候還同時附了這個玻璃杯 - 喜歡杯子的人可以收集回去 - 乾杯 - 乾杯 - 嗯 - 我覺得它整個搭配還蠻順的 - 冰淇淋其實它也不會太甜不會太膩 - 跟咖啡這樣搭起來 - 我覺得那口感其實還蠻融合的還不錯 - 蠻好喝的耶 - 對 - 而且那個奶泡很綿密 - 奶蓋 它應該是奶蓋 - 酸年蓋很香的 - 覺得這兩個今天是很棒的 - 好好吃 - 太可愛了吧 - 你看它裡面有好多水果 - 有奇異果 - 有無花果 - 葡萄 - 看起來很像水果咖啡 - 真的好好吃喔 - 妳的表情 - 哪裡怪怪的 - 其實咖啡好不好喝很重要 - 是在生豆的品質 - 現在生豆處理法有很多 - 那最普遍知道的是水洗日曬 - 還有蜜處理這三種 - 普遍來說水洗就是生豆上面 - 上面有一層果膠跟果皮把它去除掉 - 用浸泡的方式 - 然後那日曬的話主要是拿來脫殼 - 日曬的時間會造成它的風味不太一樣 - 蜜處理的話就是比較像這兩種種 - 它可能會浸泡在一個槽裡面 - 它的果膠就會融在裡面 - 所以看起來會很像果的一層蜂蜜 - 所以它才會叫蜜處理 - 一般大家應該會比較想知道 - 買好的熟豆要怎麼保存 - 你只要放在蜜蜂罐裡面 - 然後一樣放在陰涼處 - 不要給太陽曝曬就可以 - 在烘焙完的三個月內要把它喝完 - 是最好的 - 所以一杯好的咖啡 - 要好喝 - 要注意的地方其實是很多的 - 例如好的豆子 - 還有好的咖啡師是嗎 - 還有好的烘豆子 - 濾杯其實有分size - 主要是分你一次可以沖幾人份 - 但我應該就建議買大的比較好 - 因為你可以控多也可以控少 - 氫屬濾網其實是我人生第一個買的濾杯 - 如果你崇尚環保的話可以買 - 它不用用濾子 - 不過濾網清洗比較難 - 如果沒有好好清洗 - 容易會有咖啡油脂的殘留 - 因為它沒有濾子 - 所以你沖出來的口感可能也會再厚重一點 - 因為濾子通常會把油脂給過濾掉 - 所以你手沖通常喝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 - 咖啡機看起來很酸 - 很酸 - 現在也是越來越科技感 - 會不會用AI煮咖啡 - 好像現在有欸 - 之前也前幾年來有看過一個那個 - 自動沖掛耳包的那個手沖機 - 它只要掃條碼就會模仿它的沖煮方式來萃取 - 蠻特別的 - 這樣是不是以後咖啡室就沒有工作了 - 不會我覺得這種人工應該還沒那麼容易被淘汰了 - 至少我有三次年應該不會 -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- 謝謝大家的觀看 - 然後有什麼咖啡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-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加分享 - 開啟小鈴鐺 - 掰掰 - 是我們去咖啡展 - 我們選了兩個小禮物來分享給大家 - 我很喜歡的一間咖啡店叫豆芳兩餐 - 他們推出了一個平和便當的小包裝咖啡豆分享盒 - 裡面有很多不同餐區的豆子 - 很適合給大家分享給大家分享 - 有一間其很多日本咖啡店來現場抽出的分享 - 然後這個是他們得獎的冠軍配方 - 我在現場這個都覺得很好喝 - 喜歡的話在底下留言 - 我們就有機會抽中這兩個獎品喔